大威德天天晨曝 2023年6月2号周五 长春藤100专业规划督导 助力孩子们步入顶尖名校 社团简讯 大威德登山队 本地剑走活动 秀美狗山俏丽沙芽 初级将于本周日 6月4号 在北温斯易墨山地区进行 小伙伴们可以到各个登山群报名参加 健康生活走起来 西北温烧烤大会2023 即将在近日举行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 可以关注社团简讯 以及西北温烧烤群的通知 报名参加 为了解决用工短缺的情况 加拿大移民部近日出台 新的技术工人的移民程序 希望让外国技术工人 快速获得永久居留权 来解决本国劳动力短缺的迫切需求 有特别技能 经过专业培训 或者具有语言能力的申请人 将进入这个加快的移民程序 包括会说法语的医疗保健人员 专业技师 工业主业人才 运输和农业行业技工等等 加拿大移民部表示 快速通道系统 将成为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确保企业有功可用 可以继续健康发展 温哥华都会区小朋友们最喜欢的游乐园 Playland将于明天周六开幕 这是BC省夏天最主要的娱乐场所之一 也是温哥华标志性的旅游打卡地 明天6月3号开始 周末上午11点到晚上11点到7月和8月份 则增加到每周三到周日开发 遗憾的是 著名而古老的木质过山车仍然在维修中 据央视网报道 2023年高考将于6月7日阿开为母 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提示 今年高考首次实行考点 考场两次安检 未便于顺利快速通过安检 考生在进入考点前 要将手机交至家长或代对老师保管 同时尽量不携带非必要的金属物品 如首饰等 长春藤100专业规划督导 助力孩子们步入顶尖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MIT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